我現在就是在做 因為我現在有餐廳 韓式料理 在東區那邊開車 對 那常常我們就是會遇到 真的是奧客真的是會遇到 就是多多少少 一定會的 所以今天上次節目 也謝謝你們的邀請 因為我可以在這邊一次講完 對 輸了 曾經在那邊說 太好了 我就是撐著結果 我在電視台上面 會這樣看 指名道具說出來 他是誰 因為我就好好講出我的心聲 有個例子好了 就是前一陣子有遇到一個客人 那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我還可以多多少理解 但是我覺得他去後面給的副品 我就有點不太開心 給副品 給副品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我們餐廳沒有放韓國音樂 對 那我的餐廳開始出發點了 我就不想要做得跟大眾行外面的 韓式料理一樣 都是放K-POP 都是放韓國音樂 我想說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的裝潢都是乾乾淨淨的 然後都是灰灰晶晶的 那我覺得放了音樂 有的時候那個聲音可能會 咚子咚子咚子 會太 就是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什麼音樂你都沒放 沒有沒有 我有時候會放一些韓劇的背景音樂 那時候把聲音拉小聲 因為我喜歡那個現場熱鬧的氣氛 我喜歡人在聊天 就搭上這樣的自然的聲音 因為我們聲音其實也蠻好的 所以很多人進來就是蠻熱鬧的 在放音樂我覺得會變太像 可能有點像酒吧這樣子感覺 然後過一陣子我就看到副品了 然後其實這個人買單的時候 他問我說你為什麼你們沒有放音樂 我說沒有我覺得這樣子蠻好的啊 我覺得這樣OK吧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走了 然後我過一陣子Google就看到副品 上面寫說 寫得很妙 他一開始講說 他說第一次去韓國料理 是沒有放韓文韓國音樂的 然後他說再來 這一位這個餐廳 他們電視是有在播放的東西 但是聲音放得很小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沒有錢 去修他們的電視 而且你們電視壞掉了 好蝦喔 我很想回你 但是我忍下來了 所以你還是堅持不放韓國音樂 然後現在我也開始放了 你自己去 你也是收不來副品就要這樣 因為我看到副品後 我會自我檢討 所以你還是會妥協 那我就值得大家這麼在意嗎 那好吧 你就加錢哪裡狼放一放 就交代 哪裡狼 太久了一點 就能交代就好 聲音還是會放 不會到很大聲 但是會有一點聲音在那邊 韓國的K-POP 還是一定會有放 謝謝你的評論 讓我去改進這一點 那時候就是有一位女客人 她就走進我們店 然後就說 她要維修包包跟背帶打洞 可是我一看到她的包包 我就覺得 這個顏色的金屬 跟那個包包的色彩的 那個飽和度完全是不對的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可以跟你借一下 當時購買的電話號碼嗎 然後她就說 我是在台灣官網購買的 沒有留電話號碼 我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台灣官網 我們只有國際版本的 英文版本的官網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她就給我看她那個官網 我一看超傻眼的 她那個價格跟我們差了 十萬八千 也差了將近十倍 天啊 所以本來那個包 應該要多少錢啊 我們那個包 大概有一些都三四萬左右 但是她那個價格 都是一兩三千 反正就是一看 但我跟你說她自己一定也知道 這個一定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官網可能就是 A貨官網 對就是A貨官網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這個不是我們的官網喔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要不要問一下 這個官網的客服 然後請他們那邊去幫你做處理 他都要賣A貨 他太可怕 因為我也不能直接跟他講 所以這個客人是完全沒概念的 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買到的是A貨 其實我有時候也不知道 他是完全沒概念 還是談小便宜的 要不然就是他要繳信心理 他認為你看不出來 嗯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可能 對 那你還差一點看不出來 我看得出來 我看得出來 然後我就說 我看得出來 一直都看得出來嗎 對啊我看得出來 結果他一聽到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他直接給我大報仗 他說 為什麼不能處理 你們這不是你們的包包嗎 這不是你們品牌的包包嗎 為什麼不能處理 我說不好意思 我又不斷跟他道歉 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講說 因為你這個是盜版的 因為有一些人的自尊性很常 那你不能直話就說出來了 不能我們品牌有規定 那你們假話還敢在那邊大聲啊 沒有 不行 其實金婷有規定 是不能跟客人講說 你可能是盜版的 然後他惱羞成怒 我怎麼樣 不行是不是 你在那邊有放韓國歌嗎 不是 這樣誰要放韓國歌 是同一個人啊 同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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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就很生氣離開 過沒多久我就接到 那個樓管的電話說 你為什麼不幫 那個客人維修包包 你為什麼不幫他打洞 然後我就把整個事情跟樓管講 後來百貨就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就沒有被百貨稱署 然後我就很不爽 打電話給101 因為我們店裡101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能會有這位客人 記得不要幫他維修 然後之後101就回來了 他真的來了 他好可怕喔 他就在破口大罵 可是我們也不可能幫他維修 他那就是盜版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沒有幫你維修吧 我該 生氣 這樣反正 對啊 賣小貨還理直氣壯